好 那我们上个礼拜呢 是做到这边 对不对 就是 在这里呢 已经 先做好了一个 一楼的一个基本的 那我们 在这边呢 可以把 庭院的部分呢 应该说一楼的家具啦 我们一楼的家具在下面这边嘛 你就可以把它放进去 那 我们先来看一下 你可以找找看在我们那个类别里面 我们类别的这一边呢 类别这边 你可以看到其实他有 这个叫做 起居室 有没有 这个其实就是我们讲的客厅 客厅的部分 那 这里面有很多 所以你想要 有沙发的 你就自己把沙发丢进去 就把它丢进去 其实呢 你可以 找这边也可以找哪里 用关键之后 各位要记得 不要只局限在就是某一个类别而已 因为很多时候他有相同的 模型但是可能不见得都只放在起居室 也许又放在别的地方 所以你可以到不同地方去找一找 那如果说像在这边我们可能出了这个沙发 那你还可以再找找看 你要一个桌子桌子 我们把这个沙发再拿一个进来 然后呢再找一个 适当的桌子桌子 好 方桌 那么如果你要有电视的话 你可以怎么样 这里有 你可以直接找TV 像这样直接找TV 也可以 就是用全部 因为用全部会找到更多 比如说你看这个有柜子上的TV 有墙上的TV 有没有 这些都可以 比如说我把它挂在这边 这样我们的TV就放上去啦 对不对 那如果你需要暴枕的话呢这里也有 它也有蓝骨头喔 好所以你就可以自己找找看 把你们家的这个 把它 布置一下啦 好你看桌子桌子上面想要养只鱼 就把它放上去 好 再放个 这里 那我们来找一下暴枕暴枕 这里有 丢出来 对不对 你可以像这样看到 我们在这边 这样就有了 嘿 那 这个部分呢 你可以先试看看 等一下 我们想要来怎么样 就介绍一下怎么样去 做所谓的材质的客制化 也就说你现在看到的这一个 像我们现在 暴枕是这个材质 那 我们的电视上 可不可以播放自己的 喜欢的节目名称 那个图片 可以啊 那暴枕可不可以换成自己的图案 也可以 当然我们的沙发啦 桌子啦 这些都可以换的 那么除了内建的这些材质以后 我们也可以去外面找 这些都是OK的 所以就要 麻烦各位了 你可以自己先试看看 那如果你需要 先借老师的档案练习一下的 你可以进到 我们的上课录影片这边 有同学进来啦 四美 四美睡过头了 赶快喔 赶快跟上喔 你进到我们第13堂 我们今天第14堂嘛 上一节是第13堂 里面就有老师这个档案 好这是 第1种方式 那如果你觉得我不要那么麻烦 也没关系 你可以开个新的自己做 或者上次 上礼拜我们有介绍过 是不是可以从这里新增范本 自己找一个喜欢的 或者你到他网路上去找 都可以 好不好 好所以 麻烦各位 你可以简单的先布置一下 等一下我们再来 做 客制化的练习 先给各位几分钟 好我们给大家两分钟时间 你先 看看你要 放哪些东西 好不好 好这样同学没有弄好了 那我找一位同学来分享一下你的画面 我们看一下喔 这里 我们来看一下 来找看看 找一位同学来分享一下你的画面 佩君有来吗 佩君佩君 佩君有到吗 佩君在哪里 佩君有没有在 没看到人 现在出现了吗 好佩君在吗 没有 好再找一位来吧 好 博翔 博翔 博翔请举手 博翔有没有在 博翔 有吗 博翔 有吗 有吗 博翔 不 有吗 heb 博翔 说 都沒來 好來來來 射凡 射凡在吧 請舉個手吧 知道怎麼分享畫面 有吼 好好 你可以按這個分享螢幕畫面吼然後呢就可以去選擇 你的那個Swee Home 3D的視窗就可以了 好不好 試看看啊 你是指 哦 色凡的問題我先 講一下吼 你 你要不要開你的麥克風一下 老師我開了 好 你的 你是找不到下載的連結嗎 有找到可是載不下來 載不下來 不知道是記憶體不夠 載那個免安裝版還是安裝版 安裝版 安裝版 會連到官方網站去啊 你可以在這邊看到 我們這裡 我們上次有把那個連結放在這邊嘛 有沒有 嗯 這一個 那點過去 你是用Windows還是Mac Mac Mac 那點下去 應該可以安裝 你是連下載都下載不下來還是安裝的時候不行 暗裝的時候 欸他可能需要 有那個權限喔 就是你要開啟 允許來自那個非App Store的 好 好 你看一下 我看一下 在 載入不啟動 你可以看一下 Mac的 他上面這裡有寫 這裡 有沒有 如果沒有的話你可能就是 要照他的這個方式 照他的方式 你的Mac應該 作為系統是哪一個版本知道嗎 我不清楚 不清楚 好吧 那 因為Mac沒辦法安裝 用那個免安裝版 好 OK 好那剛剛有一位同學說他可以分享 好 OKOK 有人要分享的太好了 那我就把我的畫面先停掉 你有按下去了嗎 好 我們這裡有看到了 他有分享出來囉 這樣同學都有看到了 我先收起來 所以他這個上面 他現在還在做輸出 他連那個 連那個都 就是我們後面建築都弄好了 所以他已經把 一些他的模型啊 他甚至 已經坐到二樓去了 你可以看到他上面這裡 對不對你已經坐到二樓了嗎 你知道這個 這個我還沒有講 這裡 上面這邊有等號跟沒有等號差在哪裡知道嗎 知不知道差在哪裡 好 你沒有看到 就是你那個樓層那裡呀 樓層那邊 好沒關係沒關係啦 因為這個我們待會再講就好了 好謝謝他的分享 各位你可以看到他已經有 做蠻完整的喔 好不好 OK好 這個部分呢我們就 先來看一下好那我就繼續顯示我的畫面喔 來 好老師再把老師的畫面切過了 做一個分享 好這樣各位應該都有看到了 那我們來看一下就是 如果呢 你要客製化材質 要怎麼做 好不好 那首先我們先針對這個 那個 抱枕的部分 抱枕的話呢 他其實比較單純 他就是一張圖片而已 所以你可以在上面 你點到這裡 直接滑鼠點兩下就好了 我們就可以進到一個 對號方塊叫自定義家具 那你可以看到 那你可以看到這裡其實有兩個 一個叫紋理 一個叫材質 那以抱枕來說 因為他很單純就只有一張圖片 所以其實你用紋理跟材質 得到都是相同的 那我就可以直接點紋理後面的這一個 按一下 你就可以去選你要的圖 圖案在哪邊 那這個地方呢 我們要請大家特別留意就是 不管你待會用紋理還是所謂的材質 一定要特別留意他的 模型的尺寸 就是我會讓他盡量 把這個畫面拉開 可以同時看到他的尺寸多大 因為待會呢 我們會選擇一張自己的圖 但是呢如果你的圖 比 他的 模型的大小還小的時候 他就會變怎麼樣 像我們下面這個地板一樣 你看 這個地板的大小 他的圖就這麼大 那因為我們地板 比較大 所以他就會用拼貼的 我們在模型上 這種 不管是紋理或材質 他也是用貼圖 所以呢 他一樣的情形 就是如果你的 圖比較小 他就會用這樣拼貼 那可能到時候就 跟你要的效果不一樣 這樣OK 好 所以 你第一個一定要先注意一下 那 請問你 你們要換成怎麼樣的 抱枕 來啦我來找一位同學來 看看 請他給我們的意見 啊 丁大方 大方說什麼 你給我看的好像不是長這樣 喔 好你們那一組的好 你們自己解決 好 來我們找一個 雅萱在嗎 雅萱有沒有在啊 雅萱有在嗎 有在請回答 呵呵 有沒有 雅萱雅萱 沒有好那來吧 那有沒有同學想要給個關鍵字的 可以開麥克風獎 好不好 有沒有哪位同學想要給個關鍵字的 我們來找 看看什麼樣的圖 把它做成你的 抱枕的貼圖 有沒有 炸蝦 好炸蝦 那我們來找找看 炸蝦炸蝦 看一下 炸蝦 找找炸蝦的圖 找找炸蝦的圖 那各位要稍微留意一下 就是 我們剛剛那個 抱枕 它其實是相對來講 是比較四四方方的 所以你在找圖的時候啊 就要請你 找 比較 四四方方的 你就不要找那個 那個叫什麼就是太 太 太扁平的 這樣效果就會比較差 因為它會被裁切到 好請問你要哪一張 哪一個炸蝦比較好吃 老師那個角落生物的 左上角 左上角 好這個喔 對對對 點下去好 比較四四方方你要哪一個 都可以 沒關係你就看第幾排第幾個 再往下 再往下好 再往下 都沒有看到滿意的 哈哈哈哈 背景少欸 蛤哪一個 呃還是那個 現在左上角那一張 這個嗎 對 好 那這一張會比較 長一點對不對 比例上 所以它會切到一點點 白色的切掉 蛤哪一個 這個嗎 把左邊 不是不是這一張 可以把左邊放在這裡 好 那我就點下去 好 好OK 這一張 還好有沒有 800x450 我就把它存起來 好 我先存在這邊 OK 存起來之後呢 我們回到 我們的Suite Home 3D囉 好回到這邊我們剛有特別 把這個 尺寸留下來 所以我現在點一下文理 那因為我們的圖不在這個裡面 所以你就選擇這邊的插入 自己找 你可以 在這邊直接去選擇 也可以從剛剛下載這裡 我就按著 拉拉拉拉拉過來 好拉到我們的Suite Home 3D這邊 再把它丟過來 這樣也可以 好那下一步繼續 重點來囉 就在這個地方 各位可以看到它預設 有沒有只有20像素 20公分啦 那我們這個 是比較大 所以它就會像我們左邊這樣 變成像拼貼的 所以呢如果你要 要設計成跟它一樣大了 至少至少你要35 好我們就找那個比較 長的或比較高的那個邊 大致上就像這樣 那 這樣好了之後 我們呢 再來 看一下 不過這樣 寬度夠但是高度不夠 還是會重複 我把這個 用這個來好了 32 這樣比較不會重複那麼多次 好我按完成 再按確定 再按確定 有沒有看到下面這裡不一樣的 對不對 不過這裡還是有點重複 還是有點重複 那沒關係 一樣 重新點進去 點進去 你可以再去做修改 再點到它 有沒有我們在這個地方 你如果覺得它儀態旁邊也可以做位移 水平的就是X軸 Y就是Y軸 甚至你可以旋轉角度 好那我現在呢我希望它不要那麼大 比如說只要50%好了 我們來試看看看看這樣的效果 這樣看起來 靠近一點靠近一點 有沒有 那這個就是我剛 有提到的就是因為 我們這張是比較 長方形的 所以它就變成它會重複兩次三次 這樣有沒有了解意思了 好所以這個地方要稍微注意一下 好那這個 單一個的會了我們再找一下我們的電視吧 你看點到這個電視一樣點兩下打開 好 那因為這個電視其實它本身是有多個物件組成的 它有電視的螢幕 有外框 甚至還有背面 還有這個Logo 那我們就不能直接用紋理 因為你直接用紋理的話它會把 你剛選的那張圖就直接怎麼樣 全部的 這個物件通通替換掉 那這樣就不是我們要的 所以這個地方呢我們就要點的 這個材質 點下去之後呢你先找找看你看喔 當我點到了 螢幕 有沒有發現它會亮一下 這個是 背面 就是它的邊框 然後還有什麼裝飾 就下面這個 所以這樣你就會看得比較清楚到底你所 點到的是哪一個材質 有沒有這邊都是3D互動的 所以你可以換 那點到這邊 接下來你再告訴它我要變什麼顏色或什麼紋理 這個後面的抄就跟我們剛剛一樣 像如果我要用剛剛那一張 那也是一樣的你先把它放到旁邊 先確認一下它的大小 有沒有我的這個 電視螢幕至少就是108 102.8 所以我就一樣找溫理 那插入 像剛剛一樣 找到它 丟到這裡來 好下一步 重點還是在這裡 我如果不需要它重複的話 我就需要102.8 至少嘛 那我就 確定 確定 各位有沒有看到 這樣這一張在這裡就剛剛好 因為我們電視螢幕這邊的話是16比9的 好所以確定 確定 有沒有 這樣就 在你們家就播放這樣子啦 好所以 Swee Home 3D它其實比較好玩就是說 它本身並不是說完全的 好像都不能客製化 它就是可以 像這樣去做客製化 你就可以做更多的一些 你想要 的一個情境的設計 這樣有沒有問題 好所以各位你可以先試看看喔 好不好 等一下我們再請位同學來分享一下 請你先玩玩看 好記得 我剛剛強調的就是你一定要特別留意一下 你的那個模型的大小是多大 你去盡量找它的長邊 或者是比較高的還是比較深的 看哪一個比較 大 以那個值為優先這樣子 那如果不滿意就是再點兩下進去做調整 好我們就請大家三分鐘的時間 先稍微試一下 有問題的 請你在這邊提出來 電視在沙發後面好像有點錯位 我看一下 電視在沙發後面好像有點錯位 有嗎 有嗎 喔 呵呵呵呵 因為我要讓各位 這樣看比較方便 當然你可以把它轉一下方向 然後 看你你要放到這邊來當然是可以的 你看他們 多麼乖有沒有 放到這邊電視就自動轉到這邊來 他會自動轉向對不對 你看我拿過去 拿過去的時候他就知道你要這樣看 好聰明喔 對不對 OK啦 好 好有沒有哪位同學要給我們看一下 你做的什麼畫面的 有沒有 一軒還在嗎 好在 你要不要給我們看一下 好來我們來看一下他的畫面 好不好 喔有有有 你是做那個 看這個形狀好像是 好像是那個叫做什麼 籃球場 你可以開麥克風沒關係喔 好 我先停止我的 我看一下 繼續顯示 取消 同學都有看到一軒的畫面嗎 有的請按1吧 有看到了喔 好好好 那如果你覺得不夠大的可能你可以把 先把我們那個 就是人的部分先關掉 就是那個 大頭跟 訊息的部分先關掉 這樣就會看到了 喔 他做很多耶 哇他二樓也做好了 然後他們家還有籃球場 這麼大一個 我聽到是豪宅內 好很厲害喔 老實在沒有教那麼多他已經做那麼多了 我跟你講那個游泳池到時候可以換一下你知道嗎 因為你在游泳池是做假的 就是用我們上次做那個步道的方式做的 但是 我們今天會介紹到怎麼挖地下室 你用那個真的的話就不一樣那個感覺起來是完全不一樣 人可以丟到裡面去的 OKOK好謝謝你謝謝謝謝 好那 我就把你的畫面先停掉囉 來換老師的 OK 好現在換回老師的畫面 好這樣各位應該就 比較 有清楚啊有很多同學真的還蠻認真做的 好 那 客製化材質的部分各位有沒有問題 其實其他的家具都一樣喔 其他家具都是一樣的方式 所以如果說像你比如說這個沙發 你也是一樣點一下 材質後面的 那這個來講他是只有一個 好 那我找一下 像我們剛剛這個沙發他裡面就不只一個了所以你點進來 有沒有這裡就有很多個 所以 像這個材質的部分你就可以 自己 找找看看你要換的是哪一個自己去替換一下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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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